OK,是,那其实就当然不是近期才留意的 大家有时都听到我口中会说,是 澳洲股市,未来这10年是有机会被人 re-rating的,因为你走着整个Mega Cycle 就是Mega Trend,都是需要一些新的资源元素的东西 那所以其实澳洲股市呢,就是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今年呢,其实是做得不是差,应该是好 你看到成熟市场呢,用澳市来计算 你自己会见到他的ASX200,或者MSCI 澳洲呢,其实都是正回报的 YTD,如果你今年呢,是有买下去呢 你有机会,就是之前,就是你当 刚刚这段时间,是赚价赚汇的 因为他澳市这段时间都是其中一个比较受惠的 那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以前呢 我记得过去就很多人喜欢问澳市的,但是呢 过去这年多两年,我们不断说说澳洲应该看 一直都没有太多人怎么想澳市这件事的 但是澳市其实你看到都升到曾经去到七六点的 那最重要一个因素 那大家,就是 那刚才这个是个结果告诉你 如果你之前有听我们讲看澳洲的话 你有机会有利益到的 那我们,我会明白一件事就是 大家会见到澳市升很多 那我们在短线上面呢,有少少调整风险 就是可能回到七四五附近的澳市 是的,因为其实这个市场预期 下个月澳洲都会加息的 那其实澳洲有几样东西 就是因为时间关系不特别 逐点讲太多,但是总之 Mega Trend是其中一样它会受惠的 一个Mega Cycle是关系的 那还有大家如果去想 就是那个疫情的复苏 大家去想加息的受惠概念 其实澳洲现在那个股市是有这些东西的 因为其实如果你当着你在美国 买住那只EWA 就是我们就是 虽然我们不是觉得这只ETF 是买到一些很 但是你叫做MSI澳洲指数 那你看到其实里面 就是当然大家都会知道 但头两个就是BHP 跟着就是一个澳洲银行 那但是其实呢,我想说 它后面那些排到第八第九那些呢 就是例如West Farmers 或者WOW 就是这两间是一些超市类型的东西呢 其实在澳洲当地呢 都叫做是叫做一些加息受惠 或者叫做通胀受惠概念 所以变了这段时间呢 你突然觉得用宏观因素去看呢 澳洲是有吃正了这些 无论加息周期啊那些情况的 那再补充多一点 其实上次都有讲过 其实俄乌事件呢 这件事是令到欧洲很多钱流出 刚才忘记跟大家更新 其实这次反弹完之后呢 我们看到一件事 欧洲呢 反弹完去到阻力呢 那些钱是流出的 但是呢 去到美股啊 澳洲股市这些呢 去到阻力的时候呢 那些钱仍然还是继续流入的 听得懂的朋友就知道 分别在哪里 那这一样东西就是 我们会觉得欧洲的钱呢 他没有 那些人流出去 美股全部流去美国的 那但是反过来 就如果用一个top down的approach去看呢 变成澳洲股市是可能 令到为什么这么多资金 在这里流入的情况 那就是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可能下次才有机会再讲一下 有没有什么股份 这点不错 你能重复吧 你不能重复吧 你不动 你不动 你现在去虎尔さん 我这觉我 你 ت复不动 你不动 你一定不动